久不久,那個風聲始終十一個 各位同學,我是陳豐校長 廷課杜比斯系列的第二本書 解釋了《撒拉馬歌的哪一目》 這本書跟上次我們介紹的卡茂的鼠液一樣 都是講傳染病的 但是今次染病的人就不用死的 只是猛的 這種猛又不是漆黑一片的猛 而是眼前一片白光 無論是黑還是白 總之是看不到東西的了 這種傳染病不知道是怎麼來的 作者也沒有說 但是它因為傳染的速度很快 其實都引起了很大的恐慌 由於它不可防又不可控 很多人已經是染了這個盲目症 政府沒有辦法 唯有將染病的人全部都隔離了 在一個精神病院裏面 這種隔離就沒有香港的隔離這麼碳 香港隔離有電視體有Wi-Fi 他們那種隔離政府只是提供食物 其他就有得你自生自滅的了 後來食物都沒有了 所以在一片恐慌和看不到東西之下 人性的醜惡、卑鄙、無恥 當然也有美好的一面、善良等等 都會更加突顯出來的 故事就是一幕幕的這種人性的變化 以及人性行為的展現 是呈現了在讀者面前 薩拉馬哥的創意和描寫能力是很厲害的 所以它描寫的那些場面 那些人呢 說是默默的觸摸驚心 也就是驚心動魄的 那在本書裏面呢 就個個都盲了 那唯一沒有盲的呢 就是一個醫生的太太 她呢 是唯一可以看到東西的人 在書裏面 那其實這個醫生的太太呢 也都是作者 刻意安排的一個導遊一樣 是帶著我們讀者呢 是去遊歷這個盲人的地獄世界 那你不要以為 在大家都看不到 只有唯一一個看到就是很幸福 和很威風 是吧 好著數 其實不是的 正因為只有她一個看到這一種的慘象 其實這一位醫生太太呢 經常都是處於一個 極度不開心啊 非常之 差不多要崩潰的狀態 甚至上她又寧願我自己盲埋 不想看這麽悲慘的東西 不過呢 她仍然呢 都留在這個精神病院那裡 是去和那些盲人呢 是一起度過這麽艱難的時刻 所以呢 我覺得這一個醫生太太 是作者所作造呢 是有一些 宗教上的那個象徵的 她就好像上帝一樣 看到人的種種的醜陋的一面 她也都好像一個佛陀一樣 是去拯救這個受難的人 甚至上呢 她都有點像耶穌基督的 是吧 陪人類呢 是一起去受罪 那不過 如果 譬如說同學 我沒有宗教背景 或者我真的不熟悉宗教 其實都不要緊要 不一定要做這樣的聯想 你將這個醫生的太太呢 是聯想起 她是代表著 人性之中 那種的美 那種的善 的化身呢 這樣都對的了 其實在盲目的這本書裡面呢 她所構造的盲人世界呢 又不是說 完全是醜陋的 其實在另一方面呢 作者告訴我 正因為是盲了的人呢 她反而是會看到 人性當中 更美麗的一方面 其中她寫過一段 是一個老人家 一個獨眼的老人家 和一個美貌少女的 相戀和結合的 哇 這一種的組合 在現實世界 幾乎就沒有辦法出現了 因為她又要看看 你的樣子是怎樣 又要看你有沒有錢 又要看你家境是怎樣 種種的 這一種的枷鎖 都限制了 是人與人之間那種 最真正的相處 但是在盲人世界 她看不到這些 這樣的東西 她是回到最本質 最純粹的那種人性 我就是感受到你的心 我就是感受到你的愛 所以 這一個的結合 才是成為可能 所以在書中 盲人之間亦都是 互相去到照顧 互相去到關懷 正正是沒有了視覺 其實她其他感官的功能 更加憐 她對身邊的人的需要 是更加會知道得多 不像我們 很多人說很明眼人 但是我們往往是看不到 身邊人的需要 所以究竟是盲眼人的世界 看得清楚些 還是明眼人的世界 看得清楚些 這一個也值得同學去到心思的 究竟我們有一對眼 我們應該看什麼呢 你會看到 今時今日香港很多的成年人 個個都金睛火眼這樣 但是 他們眼裏 不僅是看到 銀子和賜子 對 對 對